大龙 大家好,我是大龙 今天是阳光明媚啊 因为我们明天后天准备搬到这个新房子里面来 所以说今天去赶集买了一个锅 今天就给大家拍一下 新锅来了要注一下 要用火注一下锅 一起看一下这个锅是怎么操作的 现在我们先来织一个简易的造材 这个锅买来以后不能直接使用 我们这边的方法就是一般 把这个锅里面装满这个麦草 麦壳 小麦的这个壳 装满以后 下面用火开始烧 烧到它里面的这些东西全部化为灰烬 这个锅就好了 为什么你们呢 这些锅是一锅 现在开始 是 是 三 二 一 点过 噢 分一点大 用手都在微车关 要收到这个卖草全部燃成灰烬 锅就好了 给你凑少一锅米凑 吃不上 谁也不想吃这 你都好 你容医生 用来 你也很好 一锅米凑 我准备 也好 鸭ина 明末 还算贵 火拿上我这边出来了 收了半个小时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火 终于把它给全部 烧 烧成灰了 现在我把它这个东西倒掉 倒掉去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下一步开始用这个刚从我身上割下来的肉 进行一个全锅的摩擦 这味道真的是太上头了 这个锅刚买来的时候是 刚买来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的 现在变成黑色了 看到没有 现在就麻料掉成功了 来 洗干净 看到没有 一口大黑锅就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把锅放在灶台上 多么的美妙啊 一口大锅 一口小锅 今天又是个发货的日子 今天又是个发货的日子 现在VTO来了 没了 没了 还开了两个尺 走开了 到这边 到这边 走开了 2022年 年度最后一批胡麻油 今年最后一批胡麻油 现在开始 今天第一次发货 都是现炸油 都是2022年 新油子现炸 装满了 满满一大车